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現在時間是早上9點 因為後面還有車子呢 所以今天開直播的時間特別早 那這台車基本上已經安裝完成 這台車是Honda Civic 9代 今天要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競技版本 那前面的彈簧 這台是1.8的 所以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競技版我們設定是10公斤 後面的話是7公斤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台車安裝直播分享 我們有安裝過好幾台了 那它的前面上座呢 不論是選用的是魚眼上座 或者是強化上座 我們都有附 所以上座的話就不需要沿用 那這一個是原廠的後面彈簧的上橡皮 後面彈簧上橡皮的話就可以直接拆下來 因為我們有附一個橡皮的薄墊 就不用再使用原廠的零件 那車主的旅圈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2055-16 那因為車高今天的設定 並沒有要降很低 大約比原廠低個一指幅左右 所以後面的話呢 就沒有建議車友要改楊角調整器 那如果呢 降低的幅度低於兩指幅 不論是CIVIC八代 九代也好 這裡的零件呢 其實都是公用的 這個楊角調整器都是公用的 所以如果車高的降低的幅度有比較大 譬如說有低於兩指幅的話呢 就建議要改楊角調整器 因為它的後輪呢 是降低之後的CAMBER角度會變得幅度比較大 所以就比較有可能會是輪胎的內側 所以當降低車高的幅度 比較多的時候呢 就會建議車友要改楊角調整器 哈囉 葉大俠早安 那這一台CIVIC九代八代 在北區的車友很捧場齁 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 有需要安裝呢 可以找我們板上葉大俠 它在桃園地區有很多車友都很捧場齁 那師傅現在在做的動作呢 就是已經安裝完畢了 要把這個桶身的托盤 需要把它確認鎖緊 就可以裝上輪胎 本來的原廠的設定後輪的話 大概是接近四指幅左右 那今天要降下來降下來車高 後面大概是接近到三指幅 也就是只有比原廠低指幅 所以這一台的後面的彈簧呢 我們競技版是配置的七公斤 那如果一般道路版本是配置六公斤 那前面的話是 前面是配置十公斤 那後輪的懸吊系統 它的彈簧跟便器是分開的 陸續有這個星期有 有大概排除了幾個 安裝上的異常狀況 譬如說就是它的彈簧跟便器分開的 那很多的店家或者是 或者是技師比較沒有在安裝 像類似這樣的改裝便器的時候呢 這兩個之間的匹配 通常就沒有辦法拿捏得很剛好 那最主要有一個秘訣 就是後面的彈簧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那怎麼預載 就是它的筒身 如果調得太短的時候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 那怎麼調都一定不好做 所以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 後懸吊是分開的結構呢 在安裝上的技巧呢 一定有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後輪它的彈簧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像這個星期呢 有幫CX5的車友 也有排除了一個問題 那同樣是後筒身說得太短 彈簧預載過多 CIVIC八代、九代呢 也要留意不要有這樣安裝上的 那這一台車呢 是後面的HELLO KEY 我們裝在上方 那它的彈簧呢 160掌7公斤 它的筒身因為是禁忌版的 所以它的筒身是加粗的 那後上防塵套的部分呢 這個是做全造式的 所以它的當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這個 這個是幾乎是避震器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因為我們在行駛當中 有飛蝕或是有沙塵 會對軸心有負面的壽命影響 所以當防塵套有辦法做全造式的造出之後呢 它的壽命就能夠增長 這個是禁忌版本的 所以它的筒身呢 是M50的 是加粗的 這是後面懸吊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因為側高沒有降很低 所以就沒有裝仰角調整器 至於前面的部分 它一樣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車友有選擇的是跟CIVIC酒代 Alena小模擬一樣 它的上座呢 是選擇是魚眼上座 什麼是魚眼上座 它沒有強化上座的橡皮 少掉了橡皮的緩衝 所以它的路感還有駕駛的感覺呢 會比較直接 那轉向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犀利 那最重要的是它能夠調整CAMBER的角度 這個就是魚眼上座 那KT很貼心 在魚眼上座的下方呢 有在特別做了一個軸層 埋在裡面 可是現在這裡的角度呢 不太有辦法看得到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魚眼上座 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彈簧上蓋 正常來說我們在轉向的時候呢 它彈簧會跟轉 那這裡有多了一個軸層之後呢 就能夠使軸性的壽命增長 然後也能夠延緩 魚眼本體的老化 另外最主要的第三個用意呢 就是當在轉向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彈簧的音音 所以這個是 而且這個軸層 KT很用心喔 是用日本的知名品牌 那裡面的主尼油呢 這個版本是經濟版本的 所以經濟版本的主尼油 一樣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哈囉小漢早安 這個是經濟版本的齁 一樣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裡面的油風 我們一樣是選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CIVIC9代 比較早期呢 KT在製作的時候 是要還要再附一個理仔串 短的理仔串 那因為短的理仔串的 他在旋轉方向盤的時候 他的作動角度呢 一定會大過於他原廠比較長的規格 所以後來大概 兩年前左右吧 我們有做設計上的變更 把理仔串做把它拉高 現在呢 就可以直接用原廠的理仔串 所以這樣的理仔串的壽命呢 就會比較長 那日後車友如果原廠的理仔串 有壞掉的時候呢 也直接更換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在便利上呢 會比較方便 那當然了 這個像是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的部分呢 這個幾乎都是現在台灣 BNC製造廠都算是標配 這些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不用再像以前一樣用束線帶 另外這個車高的調整部分呢 是靠桶生可調的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因為如果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當我把彈簧預載壓縮過多 它的車高會變高 可是彈簧的公斤數就變高啦 所以調高跟調低它的乘坐感覺呢 就會因為彈簧壓縮而有所不一樣 那統真可調是從哪裡調整 是把這個托盤呢 把它懸鬆敲開之後呢 藍色的腳管往下挪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之後 然後側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 它的側高就會變低 那基本上 道路版本 競技版本 我們最低的話都有辦法 到達到大概半十幅左右 後輪的話可以更低一點 後輪的話幾乎是輪胎 跟葉子板上緣可以切齊 這個是這台是競技版的 那CIVIC9代呢 在阻尼的調整其實還蠻方便 從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維修室蓋 維修室蓋打開跟CIVIC8代一樣 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它就是變硬 像這樣變硬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這一顆是1.8升的引擎 那本來這台車就有加裝了Modulo的原廠大包 這個大包不便宜喔 就有加裝了大包 所以車高的話 如果車友有要求視覺系的話 要降很低的話 那就要特別進出一些特殊的路面狀況 就要小心會抹倒 因為這個大包是很漂亮 那後輪的後面的阻尼調整齁 後面的話阻尼調整齁 你調整在行李箱裡面的內側 我們需要把試彈呢 稍微掀開之後呢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就從這裡 一樣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呢變軟齁 所以CIVIC9代在阻尼的調整上 其實還蠻方便的 車子有裝了大包 那改革旅圈 把車高降低之後 其實整個氣勢就都不一樣 這台CIVIC9代的市場的二手車價也非常非常保值 我們準備上輪胎了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早 所以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對CIVIC9代安裝避震器呢 有任何問題或者是需要試乘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這台車我們要實車安裝試乘的話 安排試乘也不困難 因為很多車友真的都很膨脹 那道路版經濟版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都有實車可以提供給所有我們試乘 因為避震器的話還是建議大家多多試乘 多多比較 你問我們好不好做老王賣瓜一定不行 所以建議大家多多試乘 多多比較 謝謝大家 這台CIVIC前代 我們安裝完畢了 謝謝 掰掰